接下來這兩件就是同一批 我剛剛說的是不是 被遺忘 差點被遺忘的寶物 對 這能夠被遺忘 那表示那真的是 因為他買太多 買太多了 你知道他都是用一個盒子 然後一格一格 一批一批 表示這一批買的 那一批 不是 他所有他喜歡的這些 他都是用盒子裝起來 一個盒子 一個盒子 裡面一個一個 都是他在把玩的 那這些是因為買了 就直接回美國 就放到那個花皮裡頭 你看看 剛剛陳老闆 拿的那一件 是厚的 上面有個佛像 然後這一件 就比較擺一些些了 跟剛剛那個比較潤的感覺 又不太一樣 它都是同時期買的 它是買了一批 差不多 都同時一起買 也是在北京嗎 沒有 這些都是在上海買的 在上海買的 如果在北京以前 三十年前一件才一百塊 更便宜 那那時候在上海買 這個要多少錢 這個差不多是 這兩件 因為你買了一批 買了一批 一共有四個 對 那四個 他要一萬多 人民幣 後來我老公就跟他還 殺價 殺...說我四個都買 然後就大概一個一千塊錢 大概一件 就一千人民幣而已 不 一件大概兩千塊 兩千人民幣 四個就八千塊 就跟他還到八千 他要一萬多 就跟他還到八千 所以一個大概就是 一萬兩千塊左右 對 一個就是兩千塊 上下 對 四 八千塊 那時候曾經四對 八千 八千 所以我們來欣賞一下好不好 好 這個 這個是有帶品對不對 失落的寶物 這個寶物 為什麼會失落 就是因為太有價值了 怕被人家偷了 所以長得很長 對 放在一個 一個青花 青花瓶裡面 結果呢 肉乾淋以後 哎呀 失而復破了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就很喜歡 為什麼 你看 薄薄滿滿的 對 肥肥的 一個和田 洋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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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講個洋子 為什麼不說白玉 洋子白就是潤潤 大概一點點黃 好 那這個是一個 彌勒佛 上面還有一個蝙蝠 蝙蝠的意思就是福氣 就諧音啦 那這個我就很喜歡 這個寶寶滿滿的 對不對 充滿了福氣 跟雞蛋一樣大了 這個很漂亮 那這個是 我也喜歡 這是釣了一顆痴龍 痴龍 痴龍 痴龍是我們古時候的 龍的圓形 痴龍 所以它戴尾巴 看到沒有 戴尾巴 它只有在上面 雕在那個上面 它為什麼正面 都不雕任何東西 不是 它這個是 綠牌 在我們這個傳統上 男生都掛這裡 腰尖 一般來講 是要雕的 那也有布雕 布雕叫做 無事牌 無事 就沒有顯示的 無事 一生無事 沒有事情 叫無事牌 這也是一個 怎麼講 一個祈福 就是吉祥的道理 就不會有什麼 不好的事情 對 就無事牌 那有的有的有雕 比如說雕什麼呢 雕這個 雕一個就是 淨 淨就是淨子的淨 對 那個就是 這幾天我們要吃素 那那個叫做 玉扇牌 就比如說皇帝 記者寶的玉扇牌 走到哪裡 大家要知道 看到那個淨 今天是吃素 要給我上昏菜 懂了 這種牌 那另外也有其他的 雕花的這個腰牌 比如說你要進軍機處 軍機 章金 他一定有一個 軍機處的玉扇牌 那上面要貼字嗎 有 有貼字 章金兩字 那你要進軍機處 你這個腰牌沒拿出來 那就認識也不准進 就有規定 他為什麼認識也不准進 因為有的時候皇帝 皇帝處罰人跟人 一般人處罰不一樣 皇帝處罰人說 你明天不要來上班 對 那個人有可能 當天晚上就自殺了 他不打你也不罵你 所以明天不要來上班了 他太有面子了是不是 所以說有一些軍機大臣 對不對 他帶著腰牌進 進到軍機處 對 四位一倒 抱歉 皇帝有命 我有這個 不是 有也不行 皇帝有命 已經叫你不要來了 就你這個牌不能進 所以這個牌子 掛的人也滿多的 是 可以掛在腰間嘛 對 掛在腰間 掛在腰間 那那個圓的呢 圓的這個 俄羅佛的這個 因為拿來把玩的 這個叫做盤玉 盤玉 怎麼叫盤玉呢 因為我們知道玉嘛 代表君子 對不對 那你配玉 沒事要拿來把玩 盤到什麼程度呢 盤到有漿 油光光 那個叫包漿 對 包漿 有包漿以後 這個玉就活起來了 是 我插一句話 我老公有一個他 也是類似這樣子 對 顏色比這個玉皮再深一點點的 然後一個長的 然後他就一面開車 紅綠燈 他掛這裡 紅綠燈的時候 他就拿起來就這樣 一直玩 對 我在旁邊 有一個車子經過 對 就 看我老公在幹嘛 就人在幹嘛啊 是不是 那個顏色 那個顏色被你發現了 沒有 你在把玩 這是君子的行為好不好 隔日只看得清楚 當眾委屈 真的比較高 我老公在那邊 哎呀 就是沒看得清楚了 其實 楊瓣他有這種蠢事 他很喜歡把玩這些 太可愛了 這個很棒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兩個這個何庭玉的價格 好不好 王老闆 在評價之前 我現在補充個資料好了 好 我們這個當初買多少錢 就是一個 大概兩千嘛 對 一個兩千 大概兩千 四個八千 如果以現在的市場行情 來講的話 像這一個 只有四點五公分 這麼大而已 成交價九萬五千塊 人民幣 像這一顆呢 三百公斤 成交價多少呢 四千九百五十萬 人民幣 這是很大顆的 那我們不要去講 我們講一個小顆的 因為它這個是 目前楊之白玉裡面 成交價最高的 就是這一件 它還沒有雕刻 因為很大 三百公斤 我們講一個最小的握件 就這麼大而已 八乘以五點九 多少呢 一百六十一萬人民幣 哇 太遠了 所以現在白玉呢 行情非常的好 是不是 我覺得你這一塊 就走高了 走高了 對啊 當初是一個 兩千人民幣入手 我們來評估一下 現在到底要叫多少 請老闆 您要分開件 還是一塊件 一起好不好 一起老闆 來 好 兩件應該是四千人民幣 對不對 僅價 六萬五千元 兩個嗎 兩個 台幣還是人民幣 他講台幣 台幣 台幣兩千 台幣等於一個是八千塊買的 對啊 一個八千塊 兩個是一萬六 現在兩個要六萬多 對 六萬多塊 哇 這個很棒 老公有眼光 還會再漲 對不對 這樣很好的東西 因為本身料子就很好了 那價錢應該是這個胖的 比較貴一點吧 對 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比較不靈活 對不對 比較失敗 對 比較失敗 所以這個東西是好東西 對 我說這方姐 您帶來的東西真的 又厚 又厚又厚 雕件又精緻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